烤肉好吃 但小心吃错食物 吃掉了珍贵法司 烤肉常见的雪花牛三层肉 培根属于高油食材 吃多会头皮出油 堵住毛囊 没听说过 大部分都蛮油的吧 除了蔬菜以外 香肠 起司 烟熏 腌渍 则是过咸 吃多会造成血压变化 可能让运送到头皮的血液量不足 很多人爱刷的烤肉酱 其实也高油还过咸 另外高糖的饮料 过甜的水果 还有辣泡菜 以及加工甜不辣 滴血膏 则会让身体发炎 最好烤肉时也少吃 知道高油 高盐 高糖的东西 其实会造成一些代谢性疾病 那当然对你的健康不好 不少人急性子 烤肉一直翻面 可能会被大喊助手 但没想到实验发现 越常翻面越好 不但不会更容易流失水分 还能避免食材过熟 翻面频率对上了 食材处理也要顾到 比如让人又爱又恨的香肠 虽然好吃 但有可能产生养酵胺 独可建议处理上能多两道手续 先划刀或戳洞 残烫后再火烤 擦一擦然后再去烤 有一些油脂可以烤掉 也是煎炸养酵胺炎的方法 烤肉烤肉团圆吃肉 少油少盐 不要重口味 才能保持健康 保住茂密头毛 记者陈国人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杨祥宇 白天坚守疫情新闻第一线 晚间我们一起掌握国内外大小事 重大新闻深入分析 突发讯息绝不漏接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